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德语作家约瑟夫·罗特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 这个书名也许会让你想到它不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写的那首《进行曲》吗 没错 作为《进行曲》《拉德茨基进行曲》最初是作为奥匈帝国的君歌而知名的 就是你现在听到的曲子 这是皇帝为了纪念拉德茨基将军专闻请施特劳斯做的 以宣扬帝国的军威 这本小说出版于1932年 当时奥匈帝国已经瓦解 昔日的荣耀已经不在 而作者选择以这个雄壮的君歌作为书名 想表达的正是对奥匈帝国的追思和怀念 小说的作者约瑟夫·罗特虽然不像卡夫卡或托马斯曼那么知名 却也是德语文学中的一位风格独特的翘楚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一个边境小城 一生与帝国命运相连 奥匈帝国问世于1867年 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 这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多民族国家就此解体 由此 旧帝国被多个民族国家取代 罗特作为犹太人 他们没有自古以来属于自己的徒弟 奥匈帝国的消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祖国 奥匈帝国是个包容度很高的国家 它由奥地利和匈牙利联合组成 实行特殊的二元君主力限制 但除了奥地利匈牙利两个民族外 帝国还容纳了众多的中欧和东欧小民族 像什么斯洛文尼亚人 科罗地亚人 塞尔维亚人 波兰人 波斯尼亚人 以及遍布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比如这本书的作者 约瑟夫罗特 在奥匈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 犹太人都得到了庇护 从而安居乐业 到了十九世纪末 维也纳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多元社会 各民族在这里比邻而居 犹太人的人口也达到鼎盛 涌现出了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 小说家茨维格 这样一些在维也纳取得成就的犹太名人 可是繁荣的顶点 也便是衰落的开始 随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渐渐年过古稀 受到他庇护的人们 都开始讨论皇帝一旦去世 帝国将何去何从 很多来自小民族的人 非常依恋帝国 在他们的心目中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是一个威严而宽厚的老人 一个鼻子上 总是挂着泪滴的人词君主 是上天派下来 领导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1916年一战期间 奥匈帝国唯一一任皇帝 弗朗茨约瑟夫 以86岁的高龄逝世 帝国衰落和瓦解的趋势 似乎难以避免 人们纷纷开始为自己的利益 做打算 拉德茨基进行曲 讲述的就是奥匈帝国里 一个斯洛文尼亚家族的故事 这个家族因为机缘巧合 而享受到皇帝的恩宠 然后又在历史无情的进程中 见证了帝国和自身的末日降临 这个家族姓特罗塔 一共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人也就是老特罗塔 本来是个目不时钉的农民 应征入伍后 在步兵团当了一名小小的少尉 后来他参加了一场战役 当时皇帝为了激励士气 亲临前线 无意中进入了敌人的射程 在千军一发之际 特罗塔少尉把皇帝按倒在了地上 自己的左肩则挨了一记冷枪 晕了过去 皇帝不顾自己的身份 扑过去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亲自督促军医 为少尉治疗 老特罗塔就是这样一步登天的 他商誉后 军衔升为了上尉 他的名字后边 也坠上了代表贵族身份的一个词 封齐伯尔耶 表示皇帝把他所在的村子 齐伯尔耶 封赏给了他的家族 从此 特罗塔家族就彻底脱离了 之前的农民背景 一跃成为奥匈帝国的一个豪门贵胄 老特罗塔享受着祖辈和父辈 不曾享受到的地位和荣誉 不过 他也依然保持了与生俱来的乡村气息 和在航母中养成的军人作风 每天固定时间骑马训练和下棋 他续着乌黑的落腮胡子 说话的时候只有嘴唇在动 其他五官都纹丝不动 他娶了一个地位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 然后严肃地履行丈夫的义务 给孩子和家人做好道德表率 他有了一个儿子小特罗塔 他相信儿子也会像他一样 将来当一名正直体面的军官 他们都将成为忠孝两全的帝国卫士 但是当儿子五岁时 老特罗塔就在孩子的一个启蒙课本中 看到了令他无法容忍的内容 那是一篇课文 其中讲述的就是当年的特罗塔少尉 也就是他自己 在一次战役中拯救皇帝的壮举 文中对事实极尽夸大扭曲 他说皇帝身先士卒 怀着战斗的热情 无谓地奔向战场 突然发现自己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了 就在危机关头 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少尉 骑着一匹汉淋淋的红棕色战马飞奔而来 挥舞宝剑 将敌人的骑兵杀得纷纷退却 但自己的胸膛也中了一刀 在他的支援下 皇帝俘虏了所有的敌人 和少尉一同回到了阵地 随后给少尉颁发了帝国的最高奖章 这段天花乱坠的描述激怒了老特罗塔 他为此专门去求见皇帝 对他说这都是谎言 应该命令文化部从课本里撤掉这种文章 可是皇帝只是安抚他说 亲爱的上尉 我们的部长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些 从这件事中 老特罗塔能够感觉到世道的变化 皇帝的存在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对皇帝的忠诚 也不再被视为臣民们理所当然的品质 帝国的领导人 必须通过编造荒唐可笑的故事 来强行把皇帝神圣化 并以此来捍卫皇家显赫的门面 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臣民 进行爱国和保皇的教育 于是老特罗塔意识到 帝国的尊严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时 他的价值观被颠覆了 他改变了主意 没有让儿子小特罗塔去做军人 而是让他学法律 后来安排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当上了西里西亚地区的行政长官 老特罗塔去世后 小特罗塔承袭了父亲的男爵爵位 老特罗塔认为 从政也是报效帝国 为皇帝服务 而且当一名地方长官也是很体面的 配得上贵族的身份 然而小特罗塔男爵却无法在其中 找到自我价值感 他不像父亲那样曾经经历过战场的考验 与皇帝有那么密切的关联 有着明确的效忠对象和生活节奏 小特罗塔只是一个文职人员 在公务之外的生活非常空虚乏味 他常常觉得自己继承了一个空洞的贵族头衔 却没有像父亲那样真正体会到 为帝国效力的无上荣耀 于是他只能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寻求补偿 他把自己的儿子卡尔约瑟夫送进了骑兵学校 每当小特罗塔坐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 看到帝国的军乐队就在阳台下 一边行进一边演奏雄壮有力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时 他就会感到一阵失落 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 无法与最伟大的使命和事业建立关联 但是他的儿子年轻的卡尔约瑟夫 却会为此而激动 他的学业得到父亲的莫大关心 他也无数次听说了他祖父的英雄事迹 梦想着有一天也能用自己的血骤之躯来拯救皇帝 当约瑟夫从军校毕业 即将作为一名少卫参军的时候 他的父亲小特罗塔男爵大人 亲自参加入伍仪式 还为他定制惠客用的长裤 他告诉约瑟夫 你实现了父亲没能实现的梦想 我对你非常满意 然而卡尔约瑟夫所处的时代 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大不一样了 卡尔约瑟夫在进入军校之后 首先品尝到的不是什么军人职业的荣耀感 而是同宪兵队卫队长斯拉玛的太太斯通的快乐 这位夫人风韵撩人 把年轻羞涩的卡尔约瑟夫牢牢地勾引住了 后来斯拉玛太太死于难产 小特罗塔男爵前去吊艳的时候 斯拉玛把一堂情书交到了他的手里 这些情书正是南爵的儿子约瑟夫本人 写给斯拉玛太太的 原来卫队长斯拉玛早已知道自己太太的丑事 可是他是约瑟夫的父亲小特罗塔男爵的下属 哪里敢揭发约瑟夫呢 他只能把情书全都交给南爵 由南爵自己来决定该如何发罗他的儿子 而南爵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卡尔约瑟夫参加完葬礼 他因为情人的死 也因为自己的出丑而失魂落魄 他来到一个乡村酒吧 那正是他父亲小特罗塔南爵 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那天南爵也在那里 看到儿子来了 父亲放下报纸 用两只手肘拄着桌子 凑近了对他说 你不要养成喝白兰地的习惯 我们喝酒只喝轩泥湿 他并没有责备儿子与人私通的事 而是提醒他不要因为跟那些下等人混在一起 而养成一些降低身份的习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 特罗塔家族延续到第三代时 贵族门第的光泽已经暗淡了许多 仅仅靠着享用高档的饮料 穿特制的服装 这种外在的方式来维持 而小特罗塔男爵为了不辱墨自家门第和军队的脸面 对于儿子的丑闻也只能洋装若无其事 第二 无论在帝国的军队还是在官场里 都不存在什么净土 特权者的存在必然会让这些机构丧失人心 当初老特罗塔通过一篇捏造事实的课文 看到帝国的荣耀皇家的显赫 开始靠说谎和欺骗来维持 而家族进入第三代 他的孙子卡尔约瑟夫少尉的遭遇和表现 则完全证明了帝国事实上已高衰弱 祖父老特罗塔的榜样 对卡尔约瑟夫来说 仅仅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的身材并不突出 奇数也不高明 骑在马上时就仿佛马背驮着的不是人 而是一小口袋燕麦一样 他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都十分平庸 既不能胜任带兵的职责 又无法获得同僚下属的尊重 在他入伍的时候 欧洲已处在19到20世纪之交的一段 长久的和平中 他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战场 但奥匈帝国也像其他欧洲强国一样 积极扩军 派遣大批军队到边境驻守 年轻人无所事事 就在军官俱乐部 酒馆 赌场这些地方挥霍度日 卡尔约瑟夫也随着一支骑兵团驻扎到了一个边境小城 没到一个星期 全团的军官就集体去嫖妓了 他们迈着军人的步子 踢着削后跟的马刺 在月光之下沉默地走向妓院的时候 卡尔约瑟夫突然大声地说 我爱过一个女人 她叫卡基 她死了 卡基就是那位卫队长斯拉玛太太的名字 其他军官都愣了一下 然后其中一个军医转身对他说 您很快就会爱上别的女人的 后来在这个妓院里 军官们各自找到了各自的女人 消失在了黑暗中 只有卡尔约瑟夫和那位军医 仍然留在钢琴声弥漫的阴暗大厅里 他看到的壁炉边有个座钟 正当他走过去想看看终点时 他赫然发现 中座旁挂着一幅已经被苍蝇 弄得斑斑点点的青铜镜矿 金矿里正是那张在帝国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见到的皇帝的肖像 肖像里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一身戎装 面容威严 气宇宣昂 那正是卡尔约瑟夫自幼就熟悉的人 是他祖父和父亲告诉他 要去誓死保卫的人 但现在卡尔约瑟夫凝视着他 忽然意识到这幅画像尺寸太小了 是一张廉价的复制品 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走上前去 一把摘下了相框 拆开他背面的黑纸 把肖像抽出来 对折后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这是卡尔约瑟夫找到的保卫皇帝的机会 讽刺的是 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捍卫皇帝的神圣 并且是用这么一种幼稚的方式 他跟他的父亲一样 只有下属和同事而没有朋友 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位军医 跟他一样也是一个过时的人 两个人都对皇帝有着共同的尊崇 都特别在意身上的军装 总是不忘记擦亮衣服的纽扣 擦拭配件和军刀的把手 虽然彼此要好 但那位军医也不是很看得起卡尔约瑟夫 一度还怀疑他是否勾搭了自己的妻子 这位军医后来莫名其妙地死在立场决斗里 使得卡尔约瑟夫更加形单硬直 祖辈和父辈传承给他那种使命感 跟皇家尊荣捆绑在一起的家族荣耀 就好像戴在卡尔约瑟夫头上的一顶 笨桌过时的帽子 他所有的自我价值感都来自于这些东西 他就像他的祖父一样从军 可是皇帝还是那个皇帝 军队却已不是他祖父那时的军队了 他身边的军人无聊地抽烟 喝酒 玩多米诺骨牌 赌钱 交换着各种杂七杂八的消息 还放肆地讲一些内涵笑话 卡尔约瑟夫听不懂他们的笑话 就被他们视为乡下土包子 就连他每次遇到皇帝肖像时 那种习惯性的凝视 也变成了其他人的笑谈 军队已成为机会主义者的乐园 很多人参军不是为了保卫国家 而是为了给自己镀金 或是为了结交更多有地位的人 以便有一天帝国真的崩溃了 自己能安然度过险境 小说中写到一个经常来俱乐部的后补军官 他年纪不小了 大富翩翩 穿着军装都不合身 他其实是个成功的律师 可是竟然还因此被封为贵族 对比老特罗塔那样在沙场上立下军功的贵族 可见当时的国家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透过军队这个窗口 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大的骚动不安的人群 这个人群里大多数人并不仇恨皇帝 可是斯洛文尼亚人 塞尔维亚人 匈牙利人 奥地利人等等 他们会互相看不起 于是他们拿皇帝和帝国的命运作为谈资 一个个谈得口莫横飞 仿佛展开一场比赛 看谁能更加精准地预见到帝国的结局 少数人谈论帝国即将瓦解 是为了存心造舆论 他们希望帝国内部的一个个小民族独立 这有利于他们自己找到机会 去实现种种个人的政治野心 书中还有一个自称伯爵的人 他似乎陶醉在预测未来的快感之中 他把从别的国家带来的消息 传递给自己的听众 告诉他们说 帝国非王不可 你们要早做准备 而实际上 他这也是在吸引支持者 为自己竞选议员来助力 虽然军队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来保卫皇帝和帝国 但是又有很多人的确需要帝国的保护 比如很多农民 他们往往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 而本书作者约瑟夫罗特所属的犹太民族 也是依赖皇帝的 因为犹太人一向没有土地 帝国的存在 让他们获得与境内其他民族的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他们无法想象 帝国一旦消失 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 所以小说一方面通过特罗塔家族的衰败 写了军队与帝国的离心离德 另一方面也写到了在皇帝生日时 那些送上了忠心祝福的爱国者 其中最动人的是1910年 皇帝过80岁生日之际 来到奥匈帝国和俄国边界的某个村落巡查的画面 当他从东正教堂里出来时 发现犹太人都来迎接他了 像乌云似的朝皇帝涌来 黑压压的一片 全村的犹太人向皇帝鞠躬 宛如田野里的罕见的黑碎随风摇曳 站在最前面的是老人 皇帝看见了他们在和煦的秋风中漂浮的长胡须 有银白色的 有黑色的 有火红色的 还看到他们那骨骼突出的长鼻子朝着地面 一个差不多和皇帝一样年龄的犹太长老朝他走来 皇帝看见他便下了马 也朝前走去 两个老人面对面相聚只有三步之遥 犹太老人怀里抱着他们的圣书 是用紫红色的大羊皮纸券制作的 是有金色的灌溉 上面的小钟发出轻轻的声响 他把这卷书奉献给皇帝 他张开满是胡须的乌鸦的嘴 以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 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犹太人参见皇帝时的祝福词 皇帝也俯下头去 念完之后 老人说了一句 忠心祝福你 你的世界将永世不灭 皇帝心想 这我知道 两人握了握手 就此作别 这个情节在感人中蕴含了意味深长的讽刺 两个冒蝶之年的老人 虽然一个贵为至尊 另一个不过是村中梨树 但他们平等地对视 行礼和交谈 他们心里都知道 人不可能永生 帝国也不可能永存 可他们仍然要真诚地说出祝福的语言 他们都为帝国的长寿祝福 但也是为彼此的长寿肃然致敬 在一个有皇帝的世界里 长寿往往意味着令人仰慕的智慧和荣誉 而当皇权消失 社会中的人习惯追求财富 声明和个人成就的时候 年龄就成了被憎恶和被恐惧的对象 小说就是这样 不疾不虚地描绘出 奥匈帝国最后五六年里的总体氛围和众生面貌 当故事进入到1914年7月 历史性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儿子 也就是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 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刺杀 这一下 一些一直盼望独立的人都开始庆贺 卡尔约瑟夫无法忍受这些话 他想驳斥那些人 可是他能说出的话 仅仅是我祖父曾经救过皇帝的命 我不能眼看着他的王朝受辱 这些话当然是苍白无力的 没有人理他 他只能自甘堕落 在酒精和堵桌上消磨时间 然后战争爆发了 疲惫无能的奥匈军队 在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的攻势前狼狈不堪 而国内也爆发了起义和罢工 在世纪之交圣极一时的帝国 忽然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卡尔约瑟夫被派去镇压罢工 在这里 他的耳边依然响着记忆中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旋律 可是过去讽刺意味的是 在罢工现场 他却听到了自己从未听过的一支曲子 国际歌 时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 一个个集团一股股政治势力 举起了革命和独立的旗帜 证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奥匈帝国 原来是如此脆弱 帝国的武装守护者们自顾不暇 在边境 特罗塔家族爵位的继承人 卡尔约瑟夫完全跟不上这样的节奏 只能突然地接收着指挥部发来的指令 转移和撤退 在他们行进的路上 虽然从未与敌人交锋 但是有时能看到重担的海关官员 能看到几个丧命的边界宪兵 城里的工人用木棍挑着行囊包裹 匆匆地走向乡下的老家 犹太人 德国农夫 波兰市民和商人 匈牙利的农民等等 三教九流都在仓皇地打探消息 准备搬家或者寻找安全的地点 不知哪里传来一条打仗的消息 使得城里的钟突然一下子全都敲响了 有些人被当作奸细和叛徒 吊死在树上 尸体连同树木一起在大火中烧焦 大群的乌鸦从远方飞来 带来了黑压压的不祥执照 战争虽被直接露脸 却把种种迹象送到了卡尔约瑟夫的面前 这一片兵荒马乱的世界 使得前不久仍然一派和平的欧洲 变得犹如一场幻梦 当部队在一个中午 口干舌燥地抵达一处火车站时 很多人都冲向了山坡上的一口井 不料遭到那里敌军骑兵的伏击死伤惨重 卡尔约瑟夫少尉见状让别人闪开 他自己拎了两个桶去打水 他心中有一支拉德茨基进行曲在奏响 一时间他似乎变成了他那英勇无畏的祖父 对枪林弹羽视而不见 可是他也被打中了 就在打了水回来的路上 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身躯渐渐变冷 在小说的最后 作者罗特仍然用一种讽刺的笔调写道 少尉的手中拿的不是武器 而是两桶水 他的结局是如此的简单 显然不适合像祖父那样 写入奥地利皇家国民教育的教科书里 当噩号传到他的父亲 地方长官小特罗塔南爵这里时 南爵也早已是老人了 他的头在颤抖 两颗清澈透明的大蜡珠 同时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 模糊着镜片 耳后又继续流到了他的胡须里 卡尔约瑟夫没有后代 所以他的死意味着特罗塔家族 也和奥匈帝国一样走向了灭亡 虽然他是为了去给部队打水 主动冒险并为此丧生的 但是作者约瑟夫罗特显然想说 这个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的人生理想和希望 他在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求死 衰落和死亡是这部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主题 它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一个是个人的层次 特罗塔家族三代单传 一代不如一代 直到卡尔约瑟夫在随军撤退中死于非命 另一个是国家的层次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手创建了帝国 却无可奈何地同他一起老去 并在末年被嘲笑 被算计 被遗弃 由盛而衰 本来就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 但罗特用他兼具温情和讽刺的笔法 写出了其中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 他的温情表现在他对特罗塔家族 和对皇帝代表的帝国统治者本身 都是持同情态度的 老特罗塔勇敢 忠诚 为人严肃正直 为家族奠定了基业 他的儿子小特罗塔男爵 在失去了父亲后 也一心想把自己的儿子 培养成祖父一样的优秀军人 然而 他们坚持的荣誉理念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 被普遍缺乏理想的新一代人给抛弃了 同样的 罗特笔下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的过错 是一位实至名归的人君 只可惜岁月不饶人 而从世界范围内看 多民族大帝国的这种古老的政治体制 在二十世纪初 也的确呈现出了气数已尽之下 而罗特的讽刺 则往往表现在衰落的过程中 传统观念所许诺的永恒的价值 在各种现实面前被抵触 被架空 被嘲笑 第一 小说的书名叫 《拉德茨基进行曲》 这是奥匈帝国军歌的歌名 后来也成为世人最耳熟能详的一首进行曲 然而 奥匈军队偏偏是以疲软和打败仗著称的 以至于在小说中 老特罗塔少尉救了皇帝性命 这一偶然事件 日后竟然被添油加醋 改写成皇帝和少尉 联手上阵杀敌的故事 而写入课本中教育臣民 这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这是其一 其二 《拉德茨基进行曲》 也是一支吉利卡尔约瑟夫的曲子 然而他在入伍之后 第一次听到这支曲子 竟然是在风乐场所 当时妓院的钢琴师 奏起了这支曲子 来欢迎他们这一群 有身份的客人 而听到曲子后 军官们也立刻条件反射式的 肃然挺胸 而眼睛却又贪婪地 看向室内的女人 军人的体面 军歌的庄严 在这一刻完全成了笑话 此外 卡尔约瑟夫想要像祖父一样 保卫皇帝 却只能恼怒地拿走一张 挂在妓院里的皇帝肖像 他想着去边境杀狄立功 但驻军多年之后 第一枪却只能射向了 国内的罢工者 他的父亲 小特罗塔男爵 灌输给他的种种荣誉理念 最终却束缚了他 使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 诸如此类 罗特编织出了一张 奇妙的情节之网 使我们不仅常常为主人公的 冥顽不灵而发笑 更为他无力扭转命运而感叹 我们再回到作者 约瑟夫罗特在一战结束后 当了一位报社记者 在给法兰克福汇报公职的时候 他是业内的一位明星 能领到高额的稿筹 同时还在写小说 当拉德茨基进行曲 在1932年出版时 人们读到了一名记者 对社会和历史的洞察力 感受到行文的节奏和诗意 以及摸写人物 刻画场景的精湛比例 罗特为一个衰亡的庞大帝国 留下了一份生动 讽刺而又饱含深情的词 之所以饱含深情 不仅因为他认为 奥匈帝国庇护了犹太人 更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罗特对1918年 奥匈帝国瓦解之后的 欧洲社会深感失望 战争和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格局 欧洲诞生了一大群新的政治体 脱离了旧秩序的诸多巴尔干民族 高呼着我们自由了 废除了沙皇的俄国 开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实验 战败的德国则在经历了 1919年的血腥革命之后 进入到魏马共和的痛苦折磨之中 在战争中幻灭的人们 不得不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去向 罗特对所有这一切都不信任 他看到了一战之后 犹太人随着帝国的覆灭 各国政权的重组而流离失所 他在1926年访问过苏联后 认为社会主义实验必将失败 他还访问过波兰 意大利 阿尔巴尼亚等国 认为这些国家都被一群 或愚蠢或疯狂的人物所霸持 而在德国 他看到右翼势力的增长 就在拉德茨基进行曲出版的1932年 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快要夺权上台了 罗特看到资产阶级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正在腐化旧式的道德人心 他写的许多小说 其主人公都是一些对时代满心厌恶 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幻灭之人 他越来越怀念之前的祖国 奥匈帝国 罗特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5年 他的整个后半生 几乎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无国籍人 他无处可以依归 从维也纳到柏林 又到巴黎各处旅居 他才华横溢 又能说会道 善于结交社会上的各路人士 他的小说 也曾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但他又喜欢一掷千金 喝得烂醉如泥倒在街头 在他心中 唯有奥匈帝国这座已经倒塌的大厦 是值得眷恋的 那个帝国有个仁慈的皇帝 有一支屡战屡败 但不那么可恶的军队 他统治着许多真正依恋他的少数民族 还天真的推行着 一些注定要过时的价值观 罗特用他忧伤的笔触 书写了这座大厦的末日 他深刻的幻灭感 以及动人的怀旧情怀 让拉德茨基进行曲 立足世界文学殿堂 成为一部无可超越的帝国晚歌 好 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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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